受伤的连胜文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他复原的情况 除了连战夫妇天天到医院来探视儿子之外呢 转新北市长朱立伦和柯俊雄昨天也前去探访了 而朱立伦谈到哦 因为连胜文自己就跟他讲说 想到说两个孩子差点没有爸爸 连胜文自己都差点激动落泪 不发音语快步走向台大医院 五都选战前一天连胜文遭到枪击后 爱子心切的连战夫妇天天到台大医院报到 除了挂心妻子蔡一山连胜文和来探访的朱立伦 谈到家中两个小朋友一度伤心落泪 那孩子的情绪有点激动 他说这个就差一公分 他差认真的一个动作 他的两个孩子就没有爸爸 我们都彼此都是大家都是眼眶泛红 那胜文马上就留下眼泪 枪解案震惊社会 昔日的金马影帝柯俊雄也特地从香港搭击回台 探望连胜文这位好朋友 我认为这个事件太可恶了 我纯薰衣服 我想这个也要很严重的要审恨他 怎么可以这样呢 医生表示连胜文恢复的情况良好 未来眼睛闭合和咀嚼功能都不受影响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进食 也让关心连胜文的家人和朋友多少可以按点心